提到跨年 今年跨年你想好要怎么样度过吗 国际航空公司就去年 他们推出了曙光的班机 获得热烈回响 今年要再度起航 带着旅客在三万英尺的高空 迎接2016年全台第一道曙光 我们这一次的曙光班机的路线 是从桃园机场出发之后呢 会在花莲的外海盘旋 等待我们第一道的曙光 之后呢 由南到恒春之后前往香港 然后搭乘我们专属的喷射客船到澳门 那我们预计呢 能够看到曙光的时间 在三万英尺的高空 大概是早上的6点18分 绝对是第一个看到曙光的人 元旦清晨5点20分 从桃园机场出发抵达宜兰 三万英尺高空欣赏完 元旦曙光过后呢 班机会一路沿着海岸线向南飞行 而飞行途中还能够一览台湾各地美景 经由恒春 那么再转飞到香港 让旅客还能够继续展开港澳两日游 航空公司说 曙光班机的机票 预计在12月3号早上开卖 今年跨年 如果您想要体验不一样的感受 也许能够考虑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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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